前方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 号称三天三夜都逛不完 它的面积是12.7平方公里 约等于四个美国纽约中央公园 足足有1700个足球场那么大 还配备了三架直升机 供游客空中看风景 今天我们来到了合肥落岗公园 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是不敢相信 居然有这么大的公园 可能大家也会好奇 为什么要建这么大呢 合肥中央公园它的前身是落岗国际机场 它在2013年5月停用 就将这里改造成市民公园了 总面积是12.7平方公里 其中景观绿地面积是7.83平方公里 是纽约公园的四倍之多 并且在建设的过程中 也是充分的保留了原落岗机场的用地 据说这一条2000米长60米宽的飞机跑道 要打造世界上最长的地面艺术大地景观 真的是太震撼了 经过了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曾经偏僻的落岗机场 现在已处于合肥的中心区域 试想一下将如此庞大的城市中心区域 建成公园 真心佩服设计者们他们超前的眼光和魄力 将城市最好的地块让给生态 让给市民 真的是很棒 目前这里也是在争取五位景区当中 落岗中央公园的定位 它也是非常的高 城市活力中心 展示合肥国际化都市区形象的新地标 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 最现代的 最生态的中央公园 昔日的落岗机场变称比肩世界的城市公园 举办了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 官方用十二个字进行了概括 安徽之窗 省会之心 城市之废 视频最后问大家一句 见过比镇还大的公园吗 真的是长见势了